大家好,我是维青 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录音 记录的是我和北美的电话片子的对话实录 整个电话讲下来,我深深感觉到赚钱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的诈骗行业居然这么有耐心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因为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一直在试图的诱导对方 我就希望他尽快的亮出底牌,你到底要怎么个骗法 你骗我什么东西,你赶紧亮出来,我赶时间吧 不过这个骗子以极度的耐心和专业度,真的是不慌不忙 我都替他着急,你知道我都快要被逼到 你再不骗我,我就要挂电话这种地步了 终于在两个小时之后,骗子开始表示 要通过Let's Talk这样一个手机的APP和我一对一的交流 我估计在那里他才会开始继续耐心专业 但肯定是丝毫不留情的把我的钱骗个底朝天 因为这样才值得他这么长时间努力嘛 不过我之后实在没有时间了 后来骗子继续通过Let's Talk发过来的聊天邀请 我就没有再接,因为实在是怕了他耐心了 不过整个过程已经足够成为参考了 其实骗子为了行骗而获取我的信任的整个过程里 是有很多的漏洞的 只不过一般的老百姓他不一定能觉察到 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写下来这些漏洞 好的,接下来就把这个音频完整的呈现给你 当然了,两个小时还是比较长的 但从欣赏骗子的耐心和专业度的角度来说 确实还是值得的 当然在音频里面我透露我个人信息 大家不用相信了 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那么大家把时间安排好 心情整理好 来慢慢欣赏这一场好戏吧 你听,骗子来了 这是DHL国际快递最后语音通知 您有一份重要快件派送驱途无人签收 了解详情,请按9 请按9由人工客服为您服务 这是DHL国际 DHL客服中心,您好 您好 您好先生,请到查询什么语音 我收到一个电话 说我有一个快递没人签收 是接到我们工区给您的电话吗 对,是的 那请问一下先生,您有快递单号吗 我这边帮您做查询 没有 那没关系,我做电脑帮您查询 请问先生,您叫我名字呢 对不起 你看不到我的电话号码吗 先生,您好 我们这边的话 需要登记您的查询人姓名 才能够欢迎做查询的 我叫维钦 怎么书写 维小宝的维 W-E-I Q-I-M-G W-E-I Q-I-M-G Q-I-M-G 是吗 对 请问是实名吗 现在 是的 好的,那稍等一下 这边马上用作查询 请消货 您好 先生 这边帮您查看到 今天我们确实是有拨打电话给您的记录 但是主要原因不是通知您有包裹要领取 主要是要通知先生 您记到广州的包裹 目前是没有派发成功的 所以今天才会以电话的方式通知您 明白吗 什么意思 我没有像广州记任何包裹 你有像广州 这个包裹不是先生 您5月4号从我们公司寄到广州的吗 5月4号 对的 5月4号 我没有啊 我这天一直在家呆的 我怎么会网出自己东西呢 您的意思是说 5月4号这个包裹不是您记的吗 对不是 那你们可能搞错了吧 没关系 那我跟你和识一下 我屏幕上有看到一部联系电话 858 848 1819 这部电话是可以联系到先生您本人的吗 对是的 那也没说啊 因为先生我们寄发过寄包裹 一般都是会审核证件才会给您寄发的 那您跟我说你们寄过包裹 还是您近期有没有委托过其他人帮您寄过包裹呢 没有没有 那先生那我这边有看到这个包裹收件人是叫王文悦 是您的首人吗 王文悦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 可能你们搞错了吧 搞错了 因为寄发国际包裹都是会审核证件才能寄发的 那如果您跟我说的是属实的话 怎么我们公司会有您的寄件记录呢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用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呢 那您这样说的意思是您是有把你的证件借给你的朋友是吗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啊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您的证件都没有借给朋友 帮您寄过包裹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如果先生您跟我说的都是属实的话 因为今天主要会通知您是因为这个包裹 里头有被中方海关查到有七张未经申报的信用卡 今天才会跟您做个了解 当时怎么没有备注里头的信用卡的部分 那先生跟我反快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包裹不是您本人到我们公司来投利的 您是这个意思吗 这肯定不是啊 好那如果先生说的是属实的话 因为这个包裹是要违反到国际属法的 都是会影响到您的出入境以及证件上的使用 那还是我行我们客服经理 来协助您这个处理 您看这样好吗 这不是我记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毕竟我看到是这个包裹是您的名义下去寄送的 那如果先生您说的都是属实的话不是您记的 那你要反正跟这个包裹 理性这个责任关系 那不会影响到您自身的权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我什么都没做啊 因为这边看到的话是用您的义气的 那也是先生您跟我说这个包裹不是您去寄发的 那我这边也是跟您做个通知 那如果真的不是先生你寄的话 那我才会建议您要反正离心跟这个包裹的关系 你懂我的意思吗 OK好吧 会有什么问题吗 会有什么问题 您是说这个包裹是有什么问题是吗 不是我说如果我不去 不去跟你们家去核实的话会对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啊 因为这个包裹它是有违反到国际运处罚 都会影响到您的出入境跟证件上的使用权利的 可我没有并没有做啊 就说你就是他不可能单方面就说我在发现出什么问题 因为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啊 当然先生我清楚您是跟我说 一直跟我说这个包裹不是您寄中的 那只是因为您这样跟我讲 那我这边他会建议您要赶紧做个处理 那因为您这个情况我也是不会治愈到 所以我请我们刻骨经理来协助您做个处理 也会保障您治证的权益 您懂我的意思吗 OK好吧 好的那先生您稍等一下 OK 喂您好 你好 你好我是DHC的客户的经理 请问一下先生 你是跟我的抱怨是沟通 把我上出了什么问题是吗 你请说 对我很奇怪 他说我寄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说什么说什么 我没有寄这个东西 但是他说我寄到什么广州 然后违反什么叫什么法了 违反到国际运输法 OK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我没有您做这个事 为什么说我这样做 先生你反规的意思就是 你在5月4号是没有投递这份报骨到广州 是这意思没有错吧 对 好 那如果说先生你反规的意思的话 那我也想跟你做个了解 因为以现实陈面来讲 包括是有何事过 你本人证件才开发出去 也并不是单凭你说 不是你本人是给进 我们公司就会去采信 那当然你这些都是要请调查单位 帮你提侵调查的 那您这个情况 我推断是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你本人 你本人是个记得 但是你这个忘记了 那第二种可能性 可能就是 您的信息有泄露的可能性 被人家利用冒免器 递给去 那你觉得是哪一种可能性 没有 我真不知道 是哪种可能性 我的意思是说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本人记 你本人记得 但是你这个忘记了 那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你的信息 有可能有泄露的可能性 被人冒名鼎记 记得这份包裹 那你觉得是哪一种可能性 那我肯定没有记 那难道别人真的偷我信息 没有用 我也没有把信息给任何人 你这个要不要回想 我看是哪个证件 我看是哪个证件 有可能被泄露呢 好比说 护照 驾驶证 ID卡 除此相关有效证件 我们就会给予排发数据 那你这个 现在你这个 要不要执行回想 你在生活当中 办理业务的时候 有没有填写 递交过你的 这些个人隐私呢 我们在各地方 都会提交呀 这个 你要 申请什么东西 比如驾照 你都需要提供给呀 对 那所以先生 我这么问你 并不是没有原因 是因为举办 你只要在哪些单位上 有填写递交过 你的个人隐私 那都是有份记录在 都是很有可能 导致你的信息 有外流的可能性 那也请你不要放在信上 那如果说 真的是像我们所讨论的 这个情况的话 那当然先生 你现在应该要想的是 这些人今天都可以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来我们公司 办理这项业务 那会不会往后 又以相同的方式 再去其他家的单位 把你其他业务 让其他家的单位 找上你 不是吗 OK 那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吗 帮你 现在如果说 真的是像我们讨论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公司会建议你 您待会资格打电话 联系到他们事发地 广东省的公安厅 请他们公安同事 帮你跑一趟海关大楼 帮你领取这份包裹 然后厘清你跟包裹的 证判关系 你明白吗 到海关 到广州 我是美国人 我为什么要跟广州 那发现关系呢 先生 我这么说 是因为说 你这份包裹 现在是在广东省的海关 所以我是会建议你 打电话到他们 公安厅的公安同事 请他们帮你提起 你跟包裹的证判关系 如果只是广州那儿情况 who cares 我是美国人 我管你广州那儿的情况 干什么呢 我以为这是跟美国 那儿有关系的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现在也是违反了 国际运输法 是可能会影响到的 就是签证问题 以及证件上 使用权利 那再严重一点 就会影响到 你所谓不利卡的提点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 赶紧去处理 对 可是先生 这个就是 我现在是美国护照 我怎么能跟中国那儿去 做这个 可是我应该跟美国那儿的 这个警察部门 去借了 对 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跟你说 你现在打电话 到他们广东省的公安厅 你先听他们公安通知 帮你跑一趟 他们海关大陆 理解你跟报告的这种关系 那 联系我们美国当地警方 你是要提他们 帮你处理这个 更是外流的可能性的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好的 对 所以我才 对 所以先生 我才会建议你说 你可以这个 先联系到他们 广东省公安厅 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OK 好的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半夜 还有人上班吗 现在公安通知都是24小时 为民服务的 但我们晚上没服务 我们不认为是有警察 为民服务吗 OK 等我一下 我家有个电话 等我一下 好 您行 OK 行 那你继续说 那需要我再做什么 需要我准备什么东西吗 呃 抱歉您说什么 需要我再做什么东西吗 呃 就是我会建议您这个打电话 赶紧点击到他们 广东省的公安厅 赶紧去处理这份包裹 嗯 嗯 OK 那行 行 那那他电话号码是多少呢 嗯 先生 我这头是没有他们广东省公安厅电话 那如果说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没有关系 我先跟我们钱财做个联系 请钱财帮我们查询 看看有什么方式 能够提供给你 那你待会这个要打电话过去 理清 你边上一条笨一句 那我先将这包裹相关信息 都提供给你 那你有需要吗 呃 可以 好 那如果说现在你有需要的话 那麻烦请你去许张纸跟笔 我把这个相关信息都一一的包给你 抄击下来 好的 可以 那请说 请说我先好了 好 那你可以先记一下 通信的单位是我们DHL 那我的公号是085169 085169 是 OK 好 那你可以记一下 这个发文单位是广东省海关 公文号是822504 公文号是8多少 822504 822504是吗 对没有说 OK 然后这个地方时间是20年5月4号 2020年5月4号 OK 然后这个包裹内容物是医务书籍和7张未经申报的信用卡 请问这个信用卡这个有什么违反国际什么什么运行卡吗 如果7张信用卡的话 都是要向前台申报的 然后你有记信用卡 金融部分的话 就是需要申报 如果说没申报的话 那当然当地海关可以 拜议你要从事非法活动 那也会在你本身起诉 那你也可以再记一下 这个收件地是在广东省广州市 OK 请说 运秀区教育录 月秀区教育录 59号 59号 对 叫什么名字呢 收件人叫王文月 王文月 哪个月呢 王文月 月是树心堂的月 树心堂 那电话是多少呢 那我直接给这个人打电话可以吗 你是说什么呢 我直接给这个人打电话 让他去 让收件人去处理这个事可以吗 先生 我们今天会联系到您记件的人 就是因为一说 我们通知收件人 收件人的联系电话 都是停机的状态 所以我们才转为 联系到您记件的人本人了 那先生你可以在你的指条架头 再备注文字 报案证明单 报案 报案证明单 嗯 对 这个报案证明单 你是要请他们公安局同志 帮您调查术实 包括不是你本人所记 请他们帮你开与两份的 那一份是要回传到广东省 海关大楼 一份是要回复到您这个手头上的 这是以免说 往后你又发生相同的事 你可以拿出指证明文件 来去证实您这个的清白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好 那先生您刚是不是有跟我提到说 你不知道该如何 点击到他们广东省的公安厅 对我可以网上查他们电话号码吗 可以 周灵的 也是有个方式 有这个方式 嗯 那我刚刚是有将您这件事情 汇报给我们公司领导 也有请前台把我们查几 有什么方式能来提供给您 那我们公司领导 是有跟我翻译说有个方式能来协助你 不过前提之下 我们公司的电话都是有在做前程的路程的 所以您真的能在这路程当中保证这个包裹值 这个包裹切实不是您本人所提发的吗 好 可以保证 好 先生抱歉也不是故意要冒犯你 也请你见谅 是因为说公司的规定 那先生您能保证的话 那么待会就是我会请 我会请这个前台上公司申请我们美国政府在所有 卖力公司所设立的深处管道 那你这个也要先记得一点 往后你本人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调取这份记录 最多是有份记录能让你调取得到 也是对你们客户有所保障的 你明白吗 OK 好 那么先生就是待会 我会去前台 请前台设定好顺数管道 将您的电话 以及您跟我通话的这一份路程 恢复到广东省的公安厅 这样你有份佐证 也让您能马上做个处理 那我也务必提醒你一点 你待会也一定要请他们帮你开预 两份保安证 你明白吗 OK 那这个 开的这个东西我给谁呢 你一份 邀请他们给广东省海关大楼 一份 请他们帮你回执到您这个手头上的 你明白吗 OK 好 那先生如果说您这头都清楚明白的话 那您顺头电话不挂 稍等一下 待会以线上互联网的方式 将您的电话通报过去 接通过就是广东省公安厅 那您请稍后 好 好 110报案中心 您好 您的报案过程 您的报案是广东省公安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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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我是从DTrell那给我联系说我有个东西寄到中国 但是我实际没有寄这个东西 然后他说这个什么违反什么法 然后让我跟你们联系 说记什么东西 他有个什么公文号 什么海关什么公文号 公文号几号 是82250 82250 然后呢 对 他说你查记公文号说这个有什么里面有什么衣服书籍和七张未经审报的信用卡 信用卡 你自己记得是不是 不是我记得呀 不是你记得 那谁给你记得 不是 我是在美国啊 我是美国啊 你人在现在在美国是不是 对啊 那你知不知道我这里去哪里 你什么广东省公安厅嘛 对啊 我这里广东省公安厅 那这个你说是记得什么七张卡 不是我记得 是DTL告诉我说 是有人盗用我的信息去记得 有人盗用你的信息记得 对 所以他让我跟你们去跟你们联系 那这位先生你怎么称呼 姓什么 我姓韦 韦 对 韦小宝的韦 我先想啊 让我这里问你 你是 身份证是有丢栖过是不是 不然怎么会被人家冒名 寄送这什么信用卡的 没有 我是美国公民 我没有中国的身份证 你是美国公民呢 对 那这是用你美国的身份证记得是不是 没有吧 我美国没有什么 我是有美国驾照 美国驾照 有驾照记得吗 我没有记过东西啊 这个问题是 不是 我是说你刚刚跟我说到 有人用你的名义记得吗 对不对 对 我不知道这个人 他用 DTL告诉我说 这个说是要核持发现人信息 但我没有记过这个东西 所以他才推测说是 有人盗用我的信息 嗯 那你刚刚说这公文号是几号 公文号是 82250 82250 对 所以说你今天会打电话到 什么公安厅来报案 就主要是想要理性 跟着什么 寄快递的事情 你觉得这意思 不是寄快递的事情是 就是 他说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别人带用我的信息 所以他让我 然后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什么 什么 签证啊 出入境啊 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联系 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跟美国 在这儿 这儿公安 就是这个警察 在这儿联系呢 不用跟你们联系吧 这我跟你讲啊 如果收拾机 什么信用卡 什么卡的 这个都是必须宣布的 明白吗 对 就是现在问题是我这儿 并没有 寄 然后 他是跟我说 呃 他是跟我说 这个 是有人盗我的东西来 所以需要让我跟你们联系 对 我也不知道 我 那简单的来想 你说不是你记得吗 有人盗用你的名 你记得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对 那如果说上次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不是你记得 那有人盗用你的名 你记得 那肯定就是 你的材料 我就被人家冒 明白 你明白 我意思吗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我才想跟你们去了解一下 这个情况 想了解一下 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说 按照你刚刚所陈述的 如果说有 接送到什么信用卡的话 这是违反到 什么国际运求法的 是最有心事责任的 你不明白 嗯 明白吗 哦 我 你们刚告诉我之前 我不知道 好 那我现在跟你说 我那你明白了吗 那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是不是 嗯 那我这里 如果说要受理你的案子 我们必须先填写一份 被案单据 你当事人 你跟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韦亲 姓韦吗 对 啊名字怎么写 呃 韦小宝的韦 对 清是青色的清 青色的清 对 韦亲是你本人吗 是 那我有看到 你打电话过来 报案的这个电话 我看一下 8588481819 这是你的电话 是不是 对 是的 好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 咱们必须立案侦查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实质的依据 才有办法帮你立案调查 那简单的来讲 我们要录制一份 帧讯笔录 那我先想 录制笔录呢 之前 啊 我必须让你清楚的知道 你是配合哪个公安当委在办案的 嗯 明白我意思吗 嗯 嗯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那我知道 听说 那我这里问你啊 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其他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可以使用的 有没有 可以有的 可以的 有是不是 对 好 因为你现在是打电话到什么公安厅来报案 哦 那根据咱们的公安厅的规定 我必须让你透过网上核查的一个动作 来让你清楚的知道 你要配合哪个公安单位来办你这个案件 OK 那你现在手上的是手机还是电脑 哦 我有电脑 电脑 有电脑 那你打开一个浏览器 搜索咱们广东省公安厅 哇 广东省公安厅 嗯 好 你现在看到什么 你跟我说 就广东省公安厅网站吧 网站 那你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联系电话 有没有 拿最下面 嗯 有一个 黄华路97号 嗯 对 嗯 那有没有看到联系电话 对看到了 那看到了 你跟我用口述的方式 跟我提报一下 你看到了是几号 02083832980 020838329 2980嘛 对不对 对 那就是我们 董东省公安厅的电话号 那往后 如果说针对于这个案子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打来他们局里 知不知道 OK 好 那待会的话 咱们这个是 报案前台的电话 我们也不要站线太久 那我待会 会用录制 电话录音笔录的录音系统 打你的手机 那你接起来之前 你先核对一下 跟你在网上查到了号码 是不是同一个号 来做个基本的核查的动作 核查完毕 我才有权利 帮你开启录音系统 进行录制录音笔录的动作 听说吗 OK 好 好 那你现在电话给我 向我 我用录音系统打开启录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感谢观看 听得清吗 现在可以听 我是刚刚跟你联系的赵永赵警官 那你看一下 你刚刚接电话之前 你有没有按照我所说的 就核对上面的电话号是几号 有没有 我刚没注意 但我看下是86多少 86是咱们的国码 对 2083832980 没有错 86就是咱们中国的国码 然后20是我们的区 83832980 就是咱们省公安庭的电话 这样你核对清楚了没有 对 对啊 那我先想 待会我们要做的录音笔录 那我这里有一点事 像必须先生跟你做声明 录音过程中 我们采取的是一对一的环境 是录音 不可以录制到别人的声音 那你现在这个空间下 有没有其他人在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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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是用耳机 在跟我说话 是不是 我用speaker 还是手 用什么 speaker 就扩这个 扩音器 扩音器 对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扩音器 给关掉 因为我这样听 有点回音 你手机拿着 直接跟我说 因为我现在手 手在忙 我一边工作 一边 我这没有人 对 不用担心 手上在忙着工作 对 对 那因为我们录制电话 录音笔录 不可以让第三者给打扰 那你是在家里工作 对 我在家里工作 在家里工作 这个在家里 对 那家里 我现在 我孩子在旁边上课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的孩子在上面上 在旁边上网课 在旁边还是楼上 在其他的屋子里上网课 在其他屋子里上网课 对 对 好 那因为这个录音夹 待会不可以录制到别人的声音 那为了避免 你说待会孩子来找你 发出声音被录制到 那录音笔录 还要重新录制会很麻烦 所以就麻烦你先把这个房门给带上 先给锁上 这样待会孩子要找你的话 他也会先敲门 那你再告知我 没关系 我先把录音器给暂停掉 明白吗 已经锁了 这个不用担心 已经锁了 刚刚是不是 对对对 好 那待会如果说孩子 有要过来找你 他先敲门的话 你就第一时间必须给人 通知照用照警 你管我 我这里好把录音器给暂停掉 你不明白 这么样 OK 今天我会告诉你的 嗯 好 那待会录音过程之中 我也会请电信公安来侦测 你有没有打电话到 他们广州的什么DHL 或者是说 你有联系美国方面的DHL 这个通话记录 那侦测的过程之中 如果频率过大的话 可能会造成你手机掉血的情况 那待会如果录音录到一半 手机有掉线的话 你就是等我这里的录音系统 打回去给你 你再接起来 接着录制就可以了 OK 清楚吗 行 好 那待会如果说录音录制中 问你的问题 你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也不要瞎说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那不清楚的 你就说你不清楚 OK 你不明白 好的 好的 好的是不是 那因为待会录音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不能让你 这个手上的手机 还是说这个电脑 发出电磁波来干扰 咱们的录音夹 所以说在录制录录过程之中 你手上的手机 要先暂时性的关机 手上的电脑 要先暂时性的关机 那手机必须把Wi-Fi 跟这个流量 上网把它给关闭掉 听不清楚 那我现在跟你打电话呢 我怎么关掉呢 我说把电脑 把它给关机 你是用电脑 帮我通货吗 不是 我的手机啊 我的手机关掉 把手机的网络流量 网络流量 可以 关掉 Wi-Fi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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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关掉 嗯 OK 那电脑呢 电脑关机了没有 电脑关了 关了 是不是 好 那我这里再跟你确认一次 我先选 那待会如果说电话掉线的话 你要怎么做 我等你再打过来 对吗 对没有错 那你这里先不说话 我先开始录音机 今天时间是2020年 北京时间5月19日 2点56分 当事人疑似个人信息材料外流 被冒名寄送DHL 换机 并假有西疆信用卡 现在由我广东省公安厅 警官赵永 请原编号 074958 对当事人进行电话录音笔诺 请当事人说出你的姓名 如何书写 为亲 为小宝都为 亲是亲色的亲 请当事人报出有效证件号 我是美国驾照 等我一下 我去拿这个 拿一下驾照 好 是NHL12506717 那说嘛 你点让录音系统清楚的录制 是NHL12506717 重新说一次 NHL12506717 是否正确 是的 好 那请问伟先生 今年几岁 我今年是39岁 39岁 好 那伟先生 如果你今天这个案子 我们不排除 有可能是你的材料外有所造成的 那你的这个美国的驾照 有没有曾经丢失过 还是借给不熟悉的人使用过 你回想一下 我这个真不记得 真不记得 对 这驾照有没有丢过 没有丢过 没有丢过 那有没有在什么网络上 办理什么VIP卡 还是说注册会 什么时候 有用到你给 有叫身份证号 就是 这个经常用啊 因为知道 你要注册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经常会问你要驾照号的呀 嗯 那这个当时 如果说提交的话 你是提交这个 手机 这个照片等 或者是说 直接的网上输入 你的证件号 是哪一种 只是证件号而已 证件号而已哦 对 但是我先说 我这里跟你做个宣导 因为 嗯 你们民众 如果说到外头 有一些免费的WiFi 你尽量不要去使用到 明白吗 嗯 因为这个免费的WiFi 它的这个防火墙的 这个系统 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很容易啊 有黑客会入侵 这个WiFi系统 如果说你不想先搭上线 然后信息你手机里头的资料 清楚吗 呀 我知道 呃 周围先生 我是说话是你听不大清楚 还是说你还 我说我知道 其他事情在忙呢 我说我知道 我现在在 因为我这儿有其他工作 我手里在 在做一些活 本来现在应该是 我的感觉 你先把手上的工作 你先把手上的工作 给放下停一下行不行 呃 好好 那录制录录 也大概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行行 可以可以 那你要做这些事情 等你录制完录录再做 好的好的 可以你先继续说 好 那我问你啊 那你现在人 是在美国的 哪一个地区呢 我在New Hampshire 新汉部12区 你说什么区 就新汉部12 New Hampshire 新汉部12区是不是 对 那你那里是 那时差 跟他们北京 是大概几个小时 12个小时 12个小时 是不是 对 好 那你说你是美国公 现在是美国公民吗 是吗 对 那你在美国几年的时间了 不过十年了 十年 在美国十年 是不是 对 所以说你在美国的话 你路径是不需要用到签证的吗 是不是 你就是用着 对 但如果我要去中国的话 我就需要签证的呀 那你就是有美国绿卡 永久居留 是不是 是公民 那个绿卡不是 绿卡不是公民 是公民 那你在美国签证 是什么签证 我是美国公民啊 不需要签证的呀 嗯 嗯 美国公民 好 那你本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在工作内容上 有没有常常需要使用到你的身份 这个驾照 我是在后厨啊 我后厨打工的呀 后厨是不是 对 打工的 嗯 那工作内容上 有没有常常需要使用到你的驾照 有没有 不经常 我们基本不出 基本不出门的 基本不出门 对 那买菜的话怎么买 不是 我说基本不跟外界交流的呀 我们在后厨工作呀 不跟外界的人交流 嗯 那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就抓码 就是后厨嘛 就是配菜呀 切菜呀 嗯 切菜配菜是不是 对 好 那接下来赵俊光会针对于你的家庭情况生活背景来做个初步性的了解啊 来了解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家人使用你的材料不想先把你的材料给外移出去的 不会啊 我就跟我的孩子在一起住的 就我们就两个人 不会有其他人拿我的信息 嗯 你就跟你孩子是不是 对 好 那我们还是必须立行性的做个登记的动作 嗯 知道吗 嗯 好 好 那你说你是做后厨的那本身也没有跟别人有直接的联系 是不是 对对没有什么联系 好 那你孩子今年几岁了多大了 他现在十二岁 十二岁 那孩子现在读的是上学吗 初中了 初中了 初中几年级 一年级 一年级 那学校方面有没有使用过你的驾照有没有 学校应该没有吧应该不会学校不会要这些信息的 学校不会要这些信息是不是 对 嗯 好 那这尾先生 麻烦你自己回想一下啊 你本身有没有觉得你的材料是从哪里外流出去的 这个身份啊 这个驾照 这个我真的真的想不到 我只能想到我就不跟你们联系 我直接找那个人去了 我真的想不到 确实就像你说的 我经常在网上 我经常在网上去填 就是有时候像政府部门啊 我们要填一些东西都需要提供驾照 号码的呀 就是这填的过程中可能都有可能泄露的 对吧 那你会在外头连接别人的WiFi吗 会不会 那肯定会啊 没有密码认证的 但是我不会 一般不会在连接WiFi的时候提供驾照号的呀 那我不会在连接的时候提供 是不是 对啊 那以后还是要注意好不好 因为有可能啊 这个黑客会在这个无线连接的时候 先在你的手机里面持入了木吧 那时候你的手机也不清楚说 有没有被植入木码的情况 但是你是使用流量数据在提供材料的时候 这些材料一样会被窃取的 明白我意思吗 OK 谢谢 对以后这种免费的WiFi 咱们还是尽量的比较去接 清不清楚 好的 嗯 好那因为你本身也不知道 你的材料到底是从哪个取消 给外入出去的 那你这里先等我一下 我先把你的材料呢 通报到咱们的购号 那么的总监那边去 去查询一下 你本人是不是还有其他材料 外入的情况 你不明白 OK好的 好那你这里电话不挂了 好 你等会我去跟我老板说一声 喂 你等我一下 我出去跟我老板说一声 我马上回来 我现在在做笔录 你先等一下 你先不用跟他说你在做笔录 因为你还不知道 喂 等会我 我跟他打人招呼 马上就过来 你跟他说你在忙就行了 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的材料是怎么外流出去的 你先不要把这个情况跟别人说明 你不明白 好的好的 你手机带着去跟他讲 去跟老板打个交换 没有 我手机就先放在 不用 你这手机带在身上 去跟老板说一下 就不知道 好了好了 我跟他打个交换了 行了 行了 好了 继续 那门有没有带上锁上 锁上了 锁上了是不是 那你这里等我一下 我联系一下咱们的前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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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吗 嗯 不是 我是 照友 嗯 你帮我 嗯 一个忙啊 就是核查一下 咱们现在电话线上一个 这个美国公民打电话前来报案 他说有人利用他的名利在这个美国的BHL 寄了一个快递包裹 那加长了七张什么信用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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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吧 我不其中不记得哪个 应该复印件更多一点 复印件比较多是不是 对 那提交复印件的时候 你也没有在复印件的项口填写上 此复印件仅供某某单位做何业务使用 有没有这样的提醒过 肯定没有 美国在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 是不是 那你自己应该也能这么做吧 是不是 对以后会这样做 谢谢提醒 对 你要记得 如果说你没有在复印店上 提醒上使用用途的话 如果这个复印店 被一些不法分子给取得了 他把这个上面的材料 按照你委亲的身份材料上留着 但是呢 上面的头像换成一个年纪跟你差不多 面貌跟你 假如证件 那他们如果说拿去犯罪了 这些相关的法律责任 都必须由你委亲来承担的 你不明白 我知道 明白了 好 那明白了就行 那待会录制完录录之后呢 我会帮你开立份P案3-3 那第一份呢 我会回传给他们广东的海关 证实你本人有上了他们公安局FH的案 那海关才会把这个包裹给注销掉 那包裹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以后都没有你的事了 好的 谢谢 那第二份呢 我会把这个配案单 传给你本人 那因为 现在疫情的关系 这邮寄的话也不一定邮得过去 那我就用email的方式寄给你 你本身有没有email 我基本不用email啊 我在美国基本不用email的 你可以直接发短信到我这个 和电脑号码上吗 不行 必须得用email 你可以用微信吗 我常在使用 我很少使用email 我在 红安厅这里规定就是必须得使用email email啊 你等我 那你少用 你应该也有email账号吧 但我现在 现在你问我 我得回家去查一下 我现在 回家去查 对 我很少很少用email 那你在手上 手机上头没有个 应该都有个gmail吧 对不对 没有我我在美国这我就不跟 我就 我就在后厨啊 赵警官 我在后厨干活 我跟外面没什么联系 基本上有什么事情都是会计师啊 他们帮我们这打点 我们这个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对 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一般 那我问你 你刚刚不见这里有个 有个电脑吗 是不是 对对 我现在没有在电脑片旁边 那这个电脑是你 那个是我老板的电脑 是你 是你老板的电脑 对啊 是不是 对 嗯 那这样子 那我 可以通微信吗 你搜紧电话号码找到我微信 可以吗 你这个电话号码又绑定微信 是不是 我应该是吧 我 我看看应该是绑定我的微信的 你要不要看清楚 看一眼 我现在没数据啊 我连不上啊 连不上是不是 您可以不能发短信是吗 发短信 对 那没关系 那我 待会向上 向提琳导申请看看 他能不能给你发短信 好不好 可以 谢谢 谢谢 那如果说到时候收到了这个短信 你自己必须把它给保管存查至少三年的时间 因为你这是材料外流的案子 不排除你的材料已经在外头里 外流的很严重了 所以说你至少要保管存查三年的时间 那往后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就可以出示这份报案证明单 来给其他单位来证明说 你有因为材料外流的事情 向咱们广东省公安庆来被破案了 那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再理会他了 听不清楚 OK 等会赵警官 我现在发现 我之前有一个email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你能记这个吗 好 那email是几号 是那个J J就是那个勾 勾 对 JJ 下滑线 PP 下滑线是不是 对 PP PP 下滑线 CN CN 然后这个 at 它这个叫hotmail 就是H-O-T M-A-I-L 点 C-O-M 对 对 来 我跟你核对一下 JJ 下滑线 PP 下滑线 下滑线 DN Apple Hotmail.com 对 是的是的 这个应该可以用 好 那 应该可以用 这是在你手机上的这个邮箱 是不是 是我手机以前记的 我以前用这个邮箱收发过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在网上注册的信息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用的 这个我得回家在我家的那个电脑上 好 那没有关系 那你现在手机的流量数据是关闭的 还是开启 关的嘛 你不是让我关掉了 对 关的 关的就行 好 那第三份的这个报案证名单呢 我也会留在咱们公安局里头 存查至少五到十年的时间 那如果说往后五到十年内 你还有因为卡料外流的事情 被人家给通知了 你就直接把咱们公安局的电话给他 请他们直接跟咱们联系就行 好的 行 你这里电话就不挂啊 我来个电话 我先接个电话 好 好 好 喂你好 我赵勇 谢谢 是啊 我刚刚是有把这个韦庆的材料 向前台来提高 实际上你是说你刚刚在查询的时候 查到韦庆在咱们广东上还有开了一张健康卡 有涉及到一个形式安全是不是 见好 这怎么可能呢 这韦庆他也没跟我提到 见 还是这学长 您您这里先稍等我一下 我先跟这韦庆核实一下 因为他现在连他在电话先上 嗯 学长您等我一下 喂喂 喂 喂你好 赵警官我这里问你啊 你确定你刚刚从笔录到现在你说的都是属实的吗 当然了 我没有看上 我 我好几年 我出来以后就没有到过中国啊 我怎么可能开健康卡呢 那我让我这里问你啊 那你近几年有没有把你跟美国交到这个别人行动过 还是送护照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有没有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那你这里跟我一下啊 我再跟总裁课计一下 并且就有查错 查错人的情况 好不好 喂 喂 喂 学长 我刚刚有跟这个伟青伟先生核实过 他说他已经很久没到什么中国了 是 他说他已经到美国十年的时间了 是 叫伟青 NHL12506717 是 那还是麻烦学长 您把这个伟青的相关公文 个人继续公文啊 您先发到我电脑上 那我先跟这个当事人 详细做个了解 确认一下 这是到底什么情况 好 谢谢学长 我肯定没有啊 这有什么 那怎么刚刚咱们总裤这里查询到你的身份信息 发现到 你这怎么国内办了一个建设宇航账户 还涉及到一个刑事软件 这怎么一回事 那不可能的呀 我 他什么时候办的呢 我十年前就 就 就来到 那个美国了 而且 我从来没去过广州啊 你从来没去 来过这么广州 从来没有去过 那你之前都到哪个城 你之前都在哪个城市 我就是陕西人呀 陕西人是不是 对呀 那我跟你讲 哦 韦先生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做的话 我也希望你好好地 可以跟公安当委来办案 理清你跟这案件关系 因为刚刚总部这里查询 大概也不可能会有错 他说你 伪心啊 的的确切 在咱们国内办了一个建设 给咱们账户 在同学 违法的事情 我都 你不明白 在国内 开账户 他不是需要身份证吗 我都没有身份证啊 身份证 或者是 你如果是外国人口的话 你必须使用 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驾照来办理 你不明白 国外人 外国人也是可以办的 清楚吗 但他只拿我的驾照 怎么可能办呢 那当然还得加上护照嘛 是不是 我护照肯定没有给过任何人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坐过飞机啊 中国人要到美国去办理 银行业务 是不是也要提交自己的护照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相同的是可以办的 对不对 那他 那长得 长得跟我不一样 也可以办吗 所以说 今天我们才要找出 你的财照到底是什么外游的吗 OK 明白吗 那他可以网上办理吗 这些 就网上开一个账户吗 网上是可以开办账户的 那就谁都可以拿我的信息去开一个账户了 网上可以开办账户 但是网上开办银行业务的账户 它会有很多功能上的限制 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啊 但是至少就说 它功能并不是这么 它功能并不是这么的齐全的 明白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那这至少可以证明说 这可能不是我是别人拿了我的信息 去在国内网上开了账户 我跟你讲 根据刚刚咱们报案总统台就里 传染的材料 它上面没有提到 这个是利用什么渠道来办理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你现在 你是跟我讲说这个账户 你确确确不是你办的 是不是 不是不是 确实不如我办 确实不是你办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是你办的 那你是比较清楚 现在你是 涉及到咱们国内 一起国地提前案 是个恶极形式保命专案 什么是保命专案 你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简单的来讲 保命就是说这个案子 只有你自己能知道 不可以各透露给无关本 他的第三人知道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 或者是刻意把案情给泄露出去的话 国家会以泄密罪 直接引渡你回来 这么中国 接受刑事上的审判 清不清楚 那这个不可能吧 就美国公民不可能被引渡到中国的 怎么什么这种美国公民不可能被引渡到中国的 美国跟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款的 这个我们神经公民的时候知道 都知道这个事情 那你现在确实是涉及到犯罪事实吗 是不是 对这个我确实想处理 但我的意思是 他应该不会把我引渡到中国之类的 当然 但确实这个 现在我应该做点什么吗 张经官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 就怎么公安当委员 不清楚 OK 如果说真的不去你做的 是被人冒名底细的 那你只能配合公安机关 来 那我说对你有一个证据 理性 或者爱你的关系 明白吗 好的 好 那我现在再接着 问你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保密 我刚刚有跟你说 你有没有听懂 听到 就是我不能跟别人说吗 对 那如果说了 到时候 泄密队 其实三到七年的有期突刑 嗯 明白 明白 那就算没有引渡条款 我们也会把你在中国的所有犯罪证据 直接叫到美 美方政府那边 嗯 由美方那边带微信讯 你不明白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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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嗯 嗯 那如果说待会 领导有过来敲门的话 你 自己 嗯 要怎么跟领导来说明 你再跟谁讲电话 你要怎么说 对 我就说我跟我银行讲电话 不行 跟谁 跟我的银行 就让他们不要在旁边听就行 对 银行讲电话 对 是 别让让他在旁边听 那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是中国人 那我不能跟他讲 对吧 是 是 好 那我这里问你啊 这个委先生 嗯 因为你这个查被我们查到的这个账户是在广州这一半的 那你说你都没有来过咱们广州是不是 对啊 好啊 那你既然不是没有来过咱们广州那我就接着再问你 那你本身有没有接触过一个男的大概四十多岁身高一米七五 名字叫做张健的一个男的你没有认识他 张健从来不认识人 不认识我这认识人其实不多的 我这认识人很少叫做 因为我就在后厨做 我不是前面服务员 我平常就是我们这儿就搁几个 这个这个没有特别的找外面跟别人接触的 那你现在后厨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没有两三个 还有一个是老墨 就墨西哥人 然后还有一个人大陆来的 但是他不叫张健 但是我跟他也不熟 然后大概就工作关系而已 那我问你 那你现在这个空间下 你不是说有三个后厨吗 是不是 对啊 那其他两个人跑那去了 他们今天今天不上班 今天我们说周一 周一我们餐厅是休息的 那餐厅休息 那你现在怎么会在餐厅呢 老板让我过来这盯的 你需要有人去这个值班 就不要让人过来去偷啊抢啊 所以我把我孩子带过来了 哦 是这样子 好那我这里明白 那待会记得老板有来的话 记得通知我一声 好不好 我先把录音器给暂停掉 他他现在走掉了 他现在走掉了 好 那你说你这个张健你不认识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啊 这个张健不止在咱们国内 也担任过各大银行的大堂经理 因为他的能力呢 备受中央政府的肯定 之前也有把他引荐到美国当地的 华美银行 美国银行 还有大宋银行 有认识过职工的经验 那我先想你仔细回想一下 您在美国当地的银行 办理过业励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接触过这么样的一个人 有没有 美国这儿的话 四十多岁男 我这儿都是小女孩子帮我办理的呀 这儿的银行里都是小女孩 四十多岁 然后戴个黑黄眼镜留着管发 身高大概一米七五 瘦瘦的高高的 有没有印象 我真没印象 真没 但如果你说银行的话 银行这儿只有 只有小小姑娘 就我们这儿说中文的 只有小姑娘 没有这个 没有 我真不注意呀 可能有 但我没注意呀 我不注意这难的 可能有 但是你不注意 对对 因为给我办理的 都是这个小姑娘 在办 嗯 所以说你的意识是说 你没有直接性的来认识 对 没有 肯定没有直接的 肯定没有直接的接触到 好 那刚刚我造型 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张建 就是咱们国内 进籍内 复获的一个犯罪洗钱 跨国洗钱 案的主钱 嗯 虽然说这个张建 人 现在被说要在咱们广州 是第一 第一看守所里头 但是一案的事儿 虽然整个案子的主贤 张建 他已经落网了 但是这个案子 还没有宣炮 宣告破案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张建 在这个案子 我们调查下来 他的人脉关系 非常的好 包括咱们国内的 某些政治官员 地方上的官员 还有银行里头的工作人员 美国地区的一些 机本的话 机程的行员跟保安 他们当时呢 都有收取张建的红包 来包含他们的犯罪活动 那目前呢 还有多名 选犯在外脱逃 还没有落网 所以说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案子 我们的成立专案小组 领导这里 也有指示 来先起破案 您都明白我的意思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张建 是涉及到我的这个里面的 这个诈骗 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张骗 他是拿我的这个信息 去办了这个假的账户 是吗 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账户是你自己去办 来配合他们在犯罪使用 还是被人家盗办 这个都必须经过 咱们公安部来调查 才能明白 清不清楚 OK 那我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那你说 那你说这个案子 跟什么关系 你现在还搞不大 需不需要 对我不知道 就是现在我能做些什么呢 把我这个嫌疑摆脱了呢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 那个 对不起 我在有飞机飞过 我听不太清楚 你说什么 我在有飞机飞过去 我在听太清楚 你说话 那等一下 飞机飞走了没有 你能听到吧 这飞机声音这么大 我听到你那里做无意的 对 你在飞机声音很大 那现在没懂了没有 现在好一些了 你麻烦您重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能做些什么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好好配合 什么公关单位来办案 安危不止 你就是实实求切的说 有的事情就说有 没有做的事情就说你有 你明白 好的好的 那你刚刚从我说 这个案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这个案子跟你没有关系吗 对 因为肯定不是我做的嘛 就是说现在我需要做些什么 然后让您 就是你需要我拿出什么一些证据啊 或证件啊 然后我来提供给您 来把我这嫌疑摆脱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说的大概是没有做的 那我现在先跟你讲 伟先生 现在我们在广州这里 查到你有个进射遇堂的账户 那涉及到国际起情案 那这案子还没有役性之前 你的身份会被咱们党中央面 是涉案嫌疑人 什么叫做涉案嫌疑人 你知不知道 就可能 就可能的犯罪分子嘛 是这意思吧 简单的来讲 现在咱们怀疑你有犯罪的可能性 但是还没有找到你确切的犯罪事实 嗯 你不明白 嗯 明白 你是个有嫌疑的人 清楚了吗 嗯 清楚清楚 清楚了啊 我这里先把不好听的话给说在前头啊 因为咱们下个月的20号会有个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这个案子党中央之所以把它列为是个二级刑事保密案件 就是要把他幕后的图件啊 把他给抓出来 那你不要 因为啊 犯案件处终断的话 所有的法律责任都必须由你本人来承担 你不明白 嗯 您您不是跟我说 不让我说这件事情吗 对 那我就是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啊 你都是不能 不能像谁提起这件事情 那不会不会 包括说前面DHL的事情 你也不要说 不会 我也不确定说DHL这事情是不是别 这张健的同伙给你盗办的 明白吗 真的理解理解 理解的是不是 嗯 好啊 那六伟先生 我们当时呢 在这个犯罪现场进行公宣的时候 当然 在现场也抓捕到了这个主贤张健 那在犯罪现场里头 有查获到300多张的一年印卡 大量的现金账款 以及一批的五招身份证件 那主贤张健有向咱们警方来产承 这是他拿来犯罪洗钱的犯罪工具 那经由咱们检察官交叉笔对下来 有一张登记在你名下的建设银康卡 在犯罪现场会找到 那我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韦先生 你说你不认识这个叫张健的 那为什么咱们会在犯罪现场查获到 你登记在你名下的这个建设银康卡 这你有办法跟我解释吗 我这该说的说了 赵警官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这怎么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怎么可能我有银行卡在他那呢 你都不认识这个人了 对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扩见我都没注意过啊 这个 你应该先去问他 不能问我呀 当然问张健的咱们公安部肯定 也会来提训他 是问他 那因为当时我们在张健的犯罪现场 查到这么多张银银康的时候 检察官第一时间也问他了 为什么他家里头 会有这么多张银银康卡 他说有一部分呢 是你们民众缺钱花用 你每一张卡一万美金的代表 卖给他的 有没有这一回事 我说了 我都不在中国 我怎么可能卖给他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啊 办案是很严谨的事情 你不要用冷笑的方式 是什么意思 我是苦笑啊 不是冷笑啊 赵警官 那你也不用笑 知不知道 好 到时候这些录音夹 是要成交到法 不用给法官来聆听的 我刚刚就跟你说了 有做的事情 你就说有没有 你就说没有 简单的回答就 好的好的 没有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张银银康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有没有把你的银行财要卖给他 没有 每一笔一万块美金的代价卖给他 有没有 没有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我怎么可能卖给他呢 好 那张建敌入口供里头 还有另外提到 你们这些涉案嫌疑人 为了避免被咱们警方给追悉到案 所以说往往会替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明 简单的来讲 会把你的相关证件交给他 让他去帮你代贩这些银行业务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没有是不是 肯定一点回答我行不行啊 没有 没有 但是为什么张建他还有另外提到 他说如果说 他有利用你的账户榨取成功金额的话 他会把这一成的犯罪资金 给你当做你的好处费 那根据咱们民间局这里调查出来的材料 打到登记在你名下的建设银行卡里头的资金 高达237万 那如果说张建他所说的是属实的话 你应该要拿到1.23万7的好处费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没有 所以说你要跟我说的是 从头到尾都是张建在制作 只要不诬陷 在张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那他所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不实的警控 是不是 是的 那我听了 赵警官我这里必须告诉你 今天警方的办案立场 绝对是讲求公平客观严明的 这一点你认不认同 认同 认同 那我们警方办案 有多少证据 我们就办多少案件 那针对于你现在的情况 我们警方现在不可能单凭张建属书的 就来认定你有罪 还冤枉 那当然了 也不可能因为你跟我说 你不清楚 你不知道 那咱们就不来调查这案件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啊 那毕竟咱们查到最不利的是 我们在张建家里头 登记在你名下的建行账户 在他家里头 被我们查获到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这是对你最不利的 明白 那今天基于咱们警方的 跟办案调查办案的方向来看 你自己想想看 在咱们国内办理银行业务卡 银行卡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办理得下来 办卡需要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 我之前一直以为 在中国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 因为我都没有中国身份证了 因为每一个国家 它使用的有效证件并不大一样 但你国基本上都需要假照 对不对 应该是的 是不是 驾照和驾照够吗 应该还会需要它的十安号吧 嗯 那你之前也住在咱们国内吗 是不是 你是后来才是美国公民的 对 对 那在咱们国内 你觉得办理一个银行卡 需要带着什么材料 才能上银行单位去办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对 必须带着身份证号 那如果说是外国人来办理的话 就是必须提供他的护照 以及他的驾照 你不明白 明白 那我问你啊 在今年的时候 你的驾照跟护照 有没有丢失过的情况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这两样材料在哪里 在我家 是不是自己保管 在我家 在你家吗 对 那既然办理一张银行卡 需要自己本人带着银行 这个身份材料到银行单位 才能办理的 那你的驾照跟护照 今年又没有丢失过 又是资格要保管的 所以说 种种经验来简讯 也就是说 这张卡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办的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你不明白我意见 那我都没有去 我都没有去过这个 这个 中国 你都没有来过咱们广州 是不是 对啊 那我们也不能排除张建主说的吗 就是因为你担心被咱们公安部 给查气造案 所以说你把你两样 重要的材料交给他 由他来帮你带 那我都说了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没有给任何人这东西 我刚刚也没有直接说你这么做 我只是说不排除 你不明白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您这儿还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 能把我这个排除掉 不要给我惹这些麻烦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排除完的话 你觉得你会面临到最坏是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对啊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 我这里跟你讲啊 虽然说咱们没有引渡条款 但是说如果说咱们中方把这些证据 相关的判施识证物证 把它送到美国大使馆的话 你就会在美国被审判 清不清楚 OK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算咱们没有引渡条款 但是中方跟美方也有 有法复住协议 听不清楚 OK 那今天当然说不是我赵永不相信的 我也跟你说了 咱们警方办案站在的立场 觉得是中立的 那针对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必须来找出一些对你正义的证据 那对我我现在比较不了解的情况是说 你也跟我不认识张建 那为什么张建他的笔入口控说 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是主动跟他配合来犯罪的呢 这怎么回事 那当然他给我提供证据啊 他不能光他这样说我就就冤枉我呀 嗯 那他也有提到哦 你们这些犯罪协议人很怕被抓捕 所以说往往都会把自己的身份材料借给他 拿去败败银行卡制造出不债成的证据 那这么刚好犯卡的同时 你人也在美国 就跟张建所说的不就不谋而合了吗 对你让他给我证据啊 给我证据说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去办了 不能光听他说的呀 那该找的 对吗 那该找的证据我们会去找 我现在只是依照张建当时落网的时候 说陆军的真讯比如在问你 你不明白 你也不用教导他们警方怎么来办案 清楚吗 明白明白 该问张建的我们会问张建 那该问你的部分 我已经说过了 赵警官你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 我就 我一直在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那你一直在问我 他是这样说的 那我能说啥呢赵警官 那你就说你不认识就行了 对我已经说好多遍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为什么 对嘛 那我也跟明尹 同样一句话跟我说了很多遍了 明白吗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简短的回答而已 明白吗 嗯 听不清楚 清楚清楚 那我这么问你好了 你本身是有使用微信是不是 对对 那你是不是常常会在微信上面发朋友圈 有没有 没有 会不会常常发朋友圈跟人家说你在做什么 很少 几乎不做 几乎不做 几乎不做是不是 那也不可能是从微信朋友圈这里 卸掉你的行踪嘛 对对 对对 那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说今天 哦 张建所说的这些不许的指控 是不真实的 我们警方都会来调查 那当然 现在对你最不利的线索 就是查到有个银行账户在张建家里头 那 我问你 这个建设银行账户 是不是你本人是败的 是不是 不是 那你觉得是被谁给犯的 你觉得 我没有任何人吧 我想不到有任何人 你想不到有任何人可以跟你犯去 对 因为张建他本身就是银行里头的工作人员 所以说现在咱们警方也不排除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身份信息 不小心给这些银行行员给泄露 让张建伪叫人一张伪叫的身份证件 让银行里头的工作人员给你倒办的 今天 当然需要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你有没有去试想过一个问题 哪怕是你的身份信息给泄露 被人家给倒办这个银行账户 你也是必须问你的行为 深刻的检讨反省 为什么 没有在附近的三口天写向使用用途 您不明白我意思 明白 因为今天 如果是因为你一时的疏忽 导致你的身份信息不小心外流出去 被盗办这个银行账户 你觉得这个案子跟你有没有关键 我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 我疏忽了这个会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承担全部的责任 清楚吗 就比如说如果我把东西丢了 我钱包里的东西丢了 或被人偷了 那这个我应该承担责任吗 我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那你丢了之后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后续的处理动作 你不是说丢了之后 你就不理他吗 你如果说有到公安局 像你们在美国 就是警察局 有去备案报案说 我的身份警证不小心丢了 驾照不小心丢了 護照丢了 那你帮我备个案处理 我担心我的材料 被人家拿来冒用 那这个事情当然就跟你没关系了 因为你有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说 你的身份证丢了 驾照 護照都丢了 那你都不做理会 让这些犯罪分子 捡到你的身份材料 然后去告白一些业务 那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负责任 这肯定是需要的 知不清楚 OK 所以像你在提交 護印件的时候 你把護印件给别人 但是你没有决准上使用用途 那我问你 按照检察官的办案立场 他会不会觉得 你就是故意不决上使用用途 让这些犯罪分子有机可撑 取消你的護印件之后 再把这些護印件 卖给别人来做使用 你是刻意的 这检察官也只是合理的怀疑嘛 那能不能成立 这肯定也是能成立的 明白吗 OK OK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到明白 所以说啊 你自己的身份材料 你自己都没有这个保管意识 那今天如果说是因为这样子 不小心泄露到你不个人材料 你才来怪别人 为什么要盗用你的材料 这也是不符合现实的 是不是 OK 我跟你讲啊 伟先生 今天这个案子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 配合咱们警方的犯案方向来犯案 不是说必重就轻的来回答 听不清楚 没有减向使用用途 这已经是个事实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那因为现在 伟先生 你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实质上的证明 来证明这个账户 不是你本人办的 所以说你的身份 被咱们警方列为是 涉案嫌疑人的身份 这个我刚刚跟你说过了 那我们现在检察官 也不排除 你是张献的共犯 那虽然说 在整个案子都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不排除 你的身份材料是被告用的 你是一个受害者 听不清楚 清楚 那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了 你的账户在汉州窝点被查到 那查到了当下 经过严监局的比对 曾经呢 有多笔的资金打到你的账上 因而高达237万元 那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这237万元 的钱是打哪来的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些都是炸 国际洗钱的账款 因为当天这帮团队 他们犯罪手法 相当可恶 他之前在咱们国内 就成立了相当多的空壳公司 什么是空壳公司 你知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任何业务 就为了洗钱 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有错 就是找一个人出来当法人 那全公司就只有这么一个法人存在 那奇怪的是 这些空壳公司一成立之后 底下没有任何的员工 有任何的业务上的往来 但是这间公司 每个月都有大笔的资金 会转回到海外的账户上 那我问你 这是一间正常公司会有的情况吗 不是 肯定不是哦 那张建这帮同伙 就是在国内开立空壳公司 然后呢 再以成功的体验的方式 来包装自己的空壳公司 再跟这些犯罪同伙 在高档的酒店 饭店 开立座谈会 尤其啊 针对一些 知识文化水平 比较不高的农民工 来进行一些 投资 利用这什么 投资炒股获利的名义 来骗取一些广大民众的信任 那这些被害民众呢 在张建的吹捧之下 细以为真了 真的以为街上会掉下来县 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 将自己的病生机器 血汗钱 统统一次性的投入到账 张建所指定的账户上 然后张建再一次性的恶意表辟 马上把电话号码给换了 选款额逃 找不到人 但是他们听信的是张建的谎言 但收款人不是张建 是你 那加上三百多位嫌疑人 都跟你一样 在他家里头被查到这个银行账户 如为犯罪的恭敬 那你自可去想一想 这些受害人 他们的生活资金都被张建给劝走了 生活过的是有一层没一层的 所以说 党中央现在已经十分重视这个案件 下个月要进行大规模的代步行动 明不明白 明白 那刚刚有跟你提到 现在我们在犯罪窝点查获到的 银行账户就有三百多个 那简单的来讲 检察长现在一次性的 就要调查三百多个涉案嫌疑人 跟你一样身份的人 大概有三百一十七个 清不清楚 清楚 那目前中央有指派一位专案检察官 只要有涉及到这个案子的 涉案嫌疑人 党中央都有赋予这个专案检察官 两项的公权力 那这是你一定都会面临到的 调查程序 第一个 就是冻结管制令 他们中方的政府这里 会行文给哪方的 政府那边 会对你个人委屈 名下的资产 实施一条冻结管制令 什么是冻结管制令 清不清楚 就是我没法用我银行里的钱了 是不是 简单的来讲 在调查的这段期间 你名下的冻产不冻产 还是基金股票外币 这里都不能继续使用 直到案情调查清楚 之后提清你的涉案成分 你才可以清承用 工资打不定 请不出 你不明白 明白 那第二个是刑事局补令 什么是刑事局补令 你不明白 明白 明白 那你跟我说 什么是刑事局补令 就把我就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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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原来的来讲 就是暂直性的 积压起来调查 清楚了吗 清楚 那到时候 如果说案件有需要的话 积压起来有45天 那如果说45天调查不完的话 检察官会申请原压 无限原压 你都明白 明白 明白 那最主要就是为了病人说 你们这些 设案件仍会互相的创购 所以说检察官才会采取 这样措施 清不清楚 清楚 清楚 那待会就会下达这两道 裁决公文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你现在涉及到这个案子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 就是您能帮 怎么帮我 帮我洗脱这个嫌疑 我肯定确实没有做 这些事情 你要提供什么其他证据 我都可以提供的 希望找你解脱这个嫌疑 是不是 对 孩子是不是还在读书 对啊 那如果说到时候 你被带回来的话 孩子怎么办 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交付 肯定没有啊 所以我不可能 我被带回去 你对着录音系统说吧 如果说真的 把你给资金给冻结了 或者是把你给拒捕了 能对你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你对着录音系统说一次 因为到时候 这个录音夹 检察官会来听 法官也会来听的 你不明白 就是我家 这孩子没有人照顾了 然后 我在没有 我的 我的钱全被冻结了 花不了了 然后 我可能会被关押 对吗 对 然后呢 然后我想 就是积极配合你们 这个调查 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我赶紧尽可能提供给你们 嗯 那我问你 你现在本身 有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上 提出对你有利的证据 你这几项上看 我没有啊 我真不认识这个人 没有做过事情 我怎么提证据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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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我会这么说 就是 因为你今天是主动 跟咱们公安部门来联系的哦 嗯 我也姑且相信 你的血管成分 并不是这么的高 所以说我才会问你 有没有什么自清的部分 嗯 你可以提出一些 对你自己有利的线索 让咱们警方来调查 嗯 你不明白 明白 明白 那你觉得呢 就是就还是那个问题吗 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我你说 你说我怎么能 您觉得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线索 我提供不了任何啊 你说这个人可能在哪个银行出现 那我能记得我可以 我也可以到各个银行去查一查看 我问的那小姑娘 嗯 说你们认不认这样的一人 我可以去做这个事啊 但现在 现在您问我的话 我确实不知道呀 确实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今天啊 不是照准个我不来相信 你也要知道 你今天没有实际的证据的话 检察官员肯定不会来相信 况且这个案件出了差错 所以承认不起这个责任 你不明白 嗯 那伟星啊 嗯 赵警官我这里在最后问你一次 我希望你能老实地回答我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叫张建的人 你认不认识他 不认识 那你有没有贩卖你的个人信息 或者是说贩卖这个建设银行的账户 没有 张建的人 没有 肯定没有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像张建所说的 拿到他一笔二至三万七个好处费 没有 而且这些涉案张款 肯定没有是不是 肯定没有 咱们的电话全程都有在录音啊 我希望你要对你自己所说的 所说的话 附上全部法律随认 嗯 清楚 那你能跟我保证 你所说的都是熟悉的吗 我保证 好 那魏先生 既然你能跟我保证的话 我暂时尽然来相信你 但是 如果你是真的是无辜是清白的 所以 我 我这里会来帮你 但是同时呢 我也要让你知道一点 今天情况 如果我在办案秉持的就是 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受害人受害了 您不明白 明白 那如果说你的情况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当然会尽力的 来帮你找出有利的线索 来厘清你的这个 你跟这案子的关系 但是呢 如果说你利用于我对于你的信任 来欺骗咱们警方 那很抱歉啊 到时候你肯定会面临到法律的制裁 您不明白 明白 那目前你的情况 最欠缺的就是一个相关的证据 直接性的证据 让检察官来相信你 来较缓他所侯上的两项裁决命令 那因为我只是个小小的公干警 我的能力实在也有限 那我想一想 为什么办法给人帮你 还是说这样子吧 欺骗啊 嗯 警方我是有一个办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办法能不能行得通 我也不能跟你保证 我只能试试看 明白吗 你请说 我待会呢 会先打电话给金融犯罪调查科的科长 那去请示看看科长那边 有没有办法先暂缓两项 才觉得公文 冻结管制令以及刑事拘捕命令 但是科长要不要同意 会不会同意要帮你这边 我不敢保证 我只能帮你申请看看 明白吗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好 那你这里电话先不过 我待会跟科长联系的同时 如果说科长有什么话 那我问你 我第一时间会问你 那我也不希望你让我找不到人 你不明白 明白明白 好 那你这里等我一下 我现在先打个电话跟科长联系 喂 刘克桑吗 是 我现在是行政山队照尾 我现在是行政山队照尾 请问柯长的心理有没有后面 我是有个视频给您汇报 包括柯长 我刚刚在提办的时候呢 咱们对上有查获到 一个张建是案件的 事案行李人 对 张建的案件 事案嫌疑人的名字 就是伟青 伟小华的伟青 这么轻 包括柯长是这样子的 这位群众他现在是美国公民 那他今天稍早事情 跟我报告的时候是说 有人利用他的名义 也能记得寄送的 那还有夹了七张的信用卡 谢谢 那报告领导 他这边的情况 我有帮他处理文了 但是 总裁这里回复到 文庆号涉及到张建的案件 那报告领导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评估下来 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材料 外流给人家栽赃陷害的 有可能他是模糊的 是清白的 所以说我想请问 看看柯长这边有没有什么 报告可以帮他 因为他如果说到时候 资金被冻结的话 他始终是我也过不下去 而且如果说是 这个照顾英零的话 他孩子还认不出 孩子也没人可以交过 柯长你不要误会 这个我本人不认识他 对 只是因为单纯他今天就主动 跟公安部门来联系 嗯 那我是想说他如果说真的有犯罪的话 他也不可能自己感觉 他进来这个公安局 到这个什么 快递的案子 是 是 帮我领导 对我听他在路线提出的时候 态度还是十分良好 嗯 行 好 那领导您等我一下 不就你问一下他 还有这点我先生 嗯 喂 你好 现在咱们的领导要我问你说 如果说他愿意给你 我方式来帮你的话 你能不能跟咱们国家担保 保密的动作 你能确实做到最好 能不能 可以的 好 那第二点 你账上的资金也不能让我们查到 有这个张建他所说的 23万7的账款 不能被查到 能不能保证 肯定可以保证 我根本哪有这么多钱 好 那你这里等我一下 我跟领导回报一下 好 回报告领导 我刚刚有许问过伟经伟同志了 他说他可以配合 人民国家的法案最高原则 政策部公开 能把保密的动作做好 是 他说他23万7也没有拿到 嗯 嗯 嗯 所以说科长林的意思是说 要他签 签 签立一份保密协议 是不是 嗯 嗯 好 科长林请讲 帮他签写一份金融清查单 嗯 嗯 好 科长我这里明白了 所以说科长您的意思是说 要登记完毕金融清查单 还有这个保密协议 这两份要确实落实 才有办法向检察官来申请 下方执行这两项签决命令 是不是 好 那科长我待会帮他登记完毕之后 我再直接到您办公室 给您回报 好 好 谢谢科长 啊 是您挂吧 您挂 嗯 喂 喂 你好 喂 根据你刚刚的情况 我有跟科长来进行提示 嗯 因为你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 可以提出来 所以证明给检察官来判 你没有拿到这些不法之间 那所以说刚刚科长 是有提出来 帮你用登记金融清查单的方式 以及让你签订保密协议条款 那之后我们再提交给专案警察官 那依这个实质 哦 两项你自己提供的文 文件材料 来暂缓执行这两项 强制执行的命令 你不明白我意思 明白 明白 那简单的来说啊 张建树他有给你23万7的好处费 让你当过你的租成 那你说你没有拿 所以说 刚刚科长有提到 要来登记这份金融清查单 这是来区分 你名下的账上资金 哪一些是你自己合法 展来的 哪一些是这些不法仓库 打给你的犯罪账款 听不清楚 清楚 清楚 那你刚刚也说这个建设银行的账户 不是你办的 那当然我们也要来区分账户 哪些账户是你自己尾清 自己合法开吏的 哪一些可能是被犯罪捧伙 利用你的伪造材料 去造办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 那是你自己合法办理的呢 我们国家会帮你保留保护起来 那如果是被造办的这些银行业务 国家会第一时间把这个账户给充公掉 把里头的资金判赔给其他受害民众 嗯 听不清楚 清楚 清楚 好 那如果说待会这份金融清查单 帮你登记完毕 我们会上交到检察官办公室 那如果说到时候检察官清查下来 你的账犯交易记录 确实是跟张建他们没有往来的 才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身份 你不明白 明白 好 那待会如果说我们登记金融清查单的时候呢 赵警官问你什么 你去答什么 我没有问你的问题 你不要自己多说话 还有千万不要报多报少或落报 如果说到所有申报不许的话 检察官查明 可说会把你的账户冻结甚至注销 你不明白 明白 明白 好 那等一下在电话录音过程之中呢 虽然说我是在执行公务 但是我也没有权利得知你的卡 你的密码 这个你一概不许说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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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既然了解的话 我们赶紧抓紧直接来登记这位清查单 好的 我问你 你伟青 你之前在什么国内有没有办过什么银行账户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我自己没有 有还是没有大点生物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对 好 那怎么中国没有 那在国外有没有 国外肯定有 在美国有 好 那在美国的话 你办了几个银行账户在做使用 我就一个 有几个银行在跟你往来 只有一个 一个 那一个是什么银行 是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 那在美国银行你办了几个卡片 几个存者在做使用 就一个 一个 这是什么 什么卡 拿来做什么业务使用的 就存工资啊 就工资存到这儿 然后我拿这个卡去花的 工资卡是不是 对 那单位一个月给你打多少工资 两千吧 因为工资两千八是不是 对 好嘞 那这个工资卡你本身有没有借给别人使用过的经验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都是在自己身上用的吗 对 当然 那现在这个工资卡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家里 在家里 在家里 那上一次使用的时间大概是在多久之前 有没有印象 上一次啊 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吧 大概七天前有用过 对差不多 那最后去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里头的资金有弊强的增多或者是减少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我使用的时候我没有查这个里面的账户 里面的数额 没有查 那你上次是存款还是取款使用 我取款 我直接就刷卡 我直接刷卡 这张卡也是可以刷卡的 对 是的 嗯 好 那我问你啊 这一张卡到目前为止 你自己承认里头的资金有多少 就2万左右吧 应该就2万左右 2万左右 对 现在有没有手机的APP可以上网查的 有没有 没有 手机能不能查上 不会 不会是不是 对 那是低于2万还是高于2万 也不清楚 就2万左右吧 我上一次看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前 当时 看了一下 应该是2万左右吧 当时是19,800 因为但上个星期不然发了一点 就是旧纪款吧 大概应该就是2万左右 应该就是2万左右 活期的资金是不是 对活期的 他这个不叫 对对 他没有不是 他不是存款 他就是 在美国这儿这个叫什么 叫支票账户 他没有 也没有什么利息的 简单来讲 今天如果说你生活急需 假如 孩子学校要用到2万块 这2万块是可以取出来 对 是的 没错 好 那就是活期的资金 我帮你登记活期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在美国 除了这个美国银行 这个公司卡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账户 要做登记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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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有没有办理雇 什么卡 没有没有 他肯定不可能 你也没有用他的身份材料去办卡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那到时候检查官也会来清查 你小孩子名下有没有账户 你不明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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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有查到的话 我们也一定把它注销掉 因为这不是你们自己承认的账户 有可能是被盗办的 可以 可以 好 那还有以上 登记金融新查单 是登记这样子 有没有哪里需要补充说明的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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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话 我这里要帮你盖章了 盖章之后就不能根本了 好 那有问题 谢谢 好 你等我一下 我盖个章 好 喂 先生 章盖完了 虽然说你全程都很配合我 在进行这个 进做这份证讯录 那我也确实帮你登记好 这份金融新查单 那现在的话呢 在这个案子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还没找到对你有利的证据之前 你的身份都还只是设备刑人 那检察官这边 也有可能会随时发布 冻结管制令 跟行事拘捕命令 您不明白 嗯 我能做点什么 不要让他发这个东西吗 我确实我没办法去离开这儿啊 没有办法离开这儿 那你这里听我讲 嗯 我刚刚有帮你跟科长来申请了嘛 对不对 是申请说 帮你登记金融新查单 还有保密协议的部分 嗯 那待会 我会帮你把金融新查单 送交到科长的办公室 嗯 以及帮你申请这个保密协议的条款 要让你本人来签名的 嗯 清不清楚 可以可以 那只有这两个动作做完了科长才可以向检察官来申请 暂缓 暂缓 执行这两项采取功能 您不明白 明白 那简单的来讲 如果说有顺利申请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 你们美国当地 配合 来办理这个案件 好的 什么叫做本地配合调查 知不知道 可以可以 本地配合调查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就是本地有人会找我联系我 那不是这个意思 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人在美国 还有工作得做 还有孩子得要照顾 所以说 基于这几点的情况之下 让你留在美国配合办案调查 太好了 太好了 请你过来配合说明 你不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啊 但是这个本地配合调查也是有条件的 我现在跟你说明 那你有什么不懂 你立马问我 好的 可以 可以 好 首先呢 第一点 我们警方这里不能排除你的手机 有没有遭到不法分子的监听 以及在调查的期间内 我们也会担心你 透过手机把爱情给泄露出去 那 那待会的话 必须由你本人 拿着你的手机下载一个 由他们 中国官方认证的安全通讯软件 来跟我们来联系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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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手机 你现在 把这个 流量把它给打开 我教你怎么下载 他们官方认证的软件 OK 你这是苹果手机还是 不是苹果 是 是安卓 安卓 那这个 你把它打开 好的 然后你下载一个通讯软件叫 L-E-T 重说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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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国家签署 保密协议条款的 所以说 往后 你要跟我联系 你这是用L-E-T 或跟我联系 你不明白 OK 我就跟你确认一下 它这个图标是什么 有黄 橘黄的绿的 是这个东西吗 我看一下 它这个图标是一个 有绿的 有橘黄 白的 左边是 黄的吗 有吗 你有没有吧 橘黄的 它这个白色背景 是白色背景 你的是白色背景 是不是 白色背景 然后底下写了个 应该是Let's talk吧 是写了个这个字 是吗 你这个载下来了没有 我下了下来了 那你下载下来了 你看一下它这个 软件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叫Let's talk 但是 因为它这有好几个 叫Let's talk的名字 我得确认一下 这个是您 您告诉我的 好几个叫Let's talk 是不是 对这个 这个网上商店里面 有好几个 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咱们这里的 我的手机 是用的是苹果的 我看一下 没有 它的图标应该是一样吧 它就是一个这个对话框的 这样的一个型号 这个符号 然后是个橘黄色的 然后后面有个绿色 有蓝色的 有紫色的 是这个吗 那没关系 你 你现在 你先 用你的手机 去注册一个用户号 你先注册好 我说 我待会看看 能不能添加就知道了 你们 对 这个图标是对的吗 你先试试看 没有 这个是个卖东西的 这Let's talk 怎么感觉是卖东西的 里面一堆 卖手机的 对 应该不是 这个图标 你找一下 你看一下 底色是绿色的 好不好 底色是绿色的 你等我 你现在先找一个 底色是绿色的 然后我去 我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公安战警 是拿着安卓系统的 你这里电话先不挂 明不明白 OK 对 我再跟你重复一下 是L-E-T-S-T-A-L-K 是吗 对 没有错 你看到几个 我看了好几个呢 这个有个叫 我看 有个叫Let's talk 有个叫Let's talk 叫Message 还是叫Let's talk 还是说 来我问你 来你这个手机 能不能登邮箱 能不能登邮箱 不能不能 我很少用邮箱的 您可以先发给我 把邮箱 那个那个发给我 通过邮箱 然后我 一会我就回去 回去以后 然后我跟您联系 你现在先想办法吧 先想办法吧 等下来好不好 绿色底的 底色是绿色的 底色是绿色的 那就是这个有个叫 叫叫免费英文课程 是这个吗 不是英文课程 还是说你现在 来另外一个看看好不好 有个叫丁丁的软件 底色绿色是不是一个画的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一个 一个框的一个白色框的那个 是这个吗 对对对 哦 有个白色框 左上角也有一个框 但是它这个框去白 外框去白的 我这看到一个 我这看到有一个就是 上面绿色下面蓝色 渐变的一个颜色的是这个吗 不是 背景啊背景上面绿下面蓝渐变的 渐渐变成蓝色的 没有没有 就是只有绿色跟白色 只有绿色白色 我这真的是没有啊 你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在 另外一个好了 那上面有没有文字呢 上面有没有文字呢 我看一下 上面没有文字 它就只有两个这个 像是讯息的这个符号 它是个信息符号啊 就是绿色白色绿色 是这个颜色吗 绿色白色绿色白色 对 就只有两个颜色 绿色跟白色 那应该就是这个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 那你载看看 你把它载看看 好我下载 这个载错就把它删除掉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等我一下 我整理一下你的材 不要电话不挂 等一下我会叫你 您那电话多少呢 如果万一万一断电话断掉 我再给您打过去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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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他现在在下载很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 他在下载呢 很慢是不是 没关系 好来我跟你讲 如果说在电话有掉线的情况 你就是等我这里的路易系统回播给你 你再接进来就可以了 好的 而且你打 如果说你往回打的话 这个是国际电话 这个花费你下个月 我怕好几百好几千都有可能 明白吗 但是为了能跟你们联系商业 也没办法 那没关系 基本上就是由我这边打给你 因为咱们公安局这里 有一些精进的民警 咱们检察官不想让他们这些 没有什么办案经验的民警 都知道张建这个案子 怕他们 因为办案生疏 让咱们这个案子办得不好 所以说往后联系 咱们就是用lethook再联系的行动 明白不明白 好的 明白明白 那这个lethook是可以直接用电话号码 就是您可以直接加我吗 你等一下他会提示你 要怎么注册 要求你输入你在哪个国家 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你继续注册 你不懂的话 你问我 我在教你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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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百分之几了 应该一半了 一半了 一半了是不是 这有多大 怎么这么慢呢 没关系 怎么慢轻转 你也是关不了事 网路就这么慢 你没办法 谢谢 那帮人的领导都没有过来抄了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 那孩子现在每天都是上网课吗 对 那疫情的关系您在那里好不好买口罩 口罩好不好买 都好买 不好买 那如果说买得到的话是多少钱一个 几毛钱吧 几毛钱啊 那还行 网络真的很慢 对 哎 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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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下图标 只有绿色跟白色的码 对不对 绿色的笔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要注册 是吧 来打开 跟我说 对 注册 他会要求您输入手机号 7 6 1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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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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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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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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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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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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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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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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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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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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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跟他说你爸爸有点事情给忙 你这个事情现在弄到一半 不把好好把它给处理好 那我怎么向义音导交代 好的那你也是要语音打过来是吧 对我语音打过去 行那你等我以后我跟他说一声 然后你再打过来就好了好吗 你跟他说 这个事情都不能讲了 你跟他说你有点事情给忙 好 行那你现在就打吧 我现在就跟他说 喂 听个心吗 听个心 找你来 教我教我小赵就行了 好不好 好 那你跟孩子讲了没 说了是吧 我让他等我一会 等你一会 好来哦 那我现在跟你说 因为现在你的身份没有离心的情况 最下呢 那咱们检察官这里会派请电信公安 来侦测 你的手机 网路流量的使用 那你也不要自作聪明的上网去查询 这个案子 因为当时他们的共犯还没有一网打尽 据我们所知 他后面有一个黑客集团 在网络上窃取一些民众的材料 以及在监听你们是不是有在配合国家在办案 所以说网络从今天开始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上网 不要用这个浏览器 有没有问题 那我可以用其他的 除非是工作上有需要用到 你才能你才能用 好好我尽量 你尽量 最好是都不要用 除非是用这个Let's Talk跟我联系 这段时间你自己得先持一点 你不明白 好的 好 那从今天开始 如果说有一些不明的电话 打到你的手机 你也不要再做接听的动作 因为只要你不小心接听起来 如果说是 将近他们的共犯 你只要接听5到10秒钟 他就有办法立马定位你在哪里 那有可能会对你的人生给造成安全 听不清楚 OK 好的 好 那如果是有不明的电话打给你 你自己手机会不会截图 会不会 会 会 那你这支截图给我发过来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有问题 那待会我们这里会请值班员请 帮你联系美国的大使馆人员 帮你跑一趟快递公司 来调查当天的监控录像带 来帮你申请比对 看看那天是不是 你自己去寄送的包裹 那我这里先问你 你身高大概多少 有什么特征 你这里口头跟我汇报 我一米七五 一米七五是不是 对 短头发 等一下 我帮你记录一下 一米七五 短发 有戴眼镜吗 有戴 什么色的眼镜 黑框呢 黑框 塑料框还是金属框 金属框 那身材呢 你是瘦瘦高高的 还是有点 中等身材 是不是 对 好 那待会的话 你也必须发一张生活照给我 不要戴帽子的 以上半身为准 等一下电话挂完之后 你再发 发完 你再带孩子回家 知道吗 好的 好 那在这张调查期间之内 你也不要再向一些朋友 还是说银行的人员来打听 看看你的材料是哪里泄露出去的 因为你本身只是个一般民众 你也没有调查的权利 如果说 因为你的不小心事出去跟别人打听 导致这个办案线终断掉的话 这些所有的相关法律责任 都必须由你来承担 那刚刚所要帮你申请的 留在本地调查这个事情 我也会直接终止掉 你不明白 明白 明白哦 那当然 如果说有人打电话给你 你不小心接起来了 问你说 你是不是在配合公安局办案 你要怎么说 没有 你要说 没有 然后就直接挂掉了 你也不用跟他多说什么 因为这有可能是张静的共犯 打来判听 你是不是在配合 怎么检调单位办这个案子 清楚 清楚 好 那再来的话 我看 那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呢 检察官都有下达 要你们这些民众 每隔一个时段 你就要用less talk 跟我们取得联系 跟我们报告 你现在在做什么 那人是不是安全的 这一方面也是要保障 你的人身安全 因为之前就是有些涉案民众自作聪明 四处去打听 结果让张静的同伙知道 他在配合公安局办案 到最后 他忍人在回家的路上被人 张静的同伙给打个正着 伏击了 一枪被就给枪杀了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听不清楚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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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说安全回报的时间 我们基本就是四个小时 为一次 你早上几点起床 七点半 七点半 好 那你就是八点给我发一个安全回报 十二点给我发一个 下午四点 到晚上八点 那你都几点睡觉 呃 在那我 我们平常工作时候是不让用手机的 不让用手机是不是 对 那如果我要联系你该怎么办 呃 你只能在我不工作的时间 就中午的 呃 四点可以 应该可以的 四点可以 那四点可以 你早上几点上班 早上八点也可以 八点到四点都是可以的 十二点不行是不是 十二点不行 那你 你后除了工作 大概几点 比较 比较有闲暇时间 到下午三点结束 下午三点结束 是不是 等一下啊 早上八点下午三点 那晚上几点休息 晚上九点多就休息了 九点休息 好 那基本上啊 你这里听好 我给你定 定力的这个安全回报的时间 早上八点 下午四点 晚上八点跟九点各一次 你要不要写下来 可以可以我写下来 你写下来 早上八点 写一下 写了写了 下午三点 下午四点 晚上的八 下午三点 四点 然后晚上的八点跟九点 事情也要来一个 知道吗 知道 好 那回报的内容就是说 你现在在什么地点 做些什么事情 听不清楚 清楚 如果你在后除 你就说我人在后除 在做被调的工作 你就这么写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话就直接打上来 明白吗 明白 好 那我问你 你从这里回到 如果说待会带你孩子回家 大概车程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需要多久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好 那我待会会把你的金融清查单 送到科长的办公室去 那也会申请一个保密协议 我待会会传给你 让你自己在上面签上 然后你的这个留在本地 调查的权利 才可以正式实施 所以说待会在孩子回家的 这段过程之中 自己把保密的动作给做好 听不清楚 清楚 清楚 好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没有是不是 嗯 我全力配合 好 那我跟你讲 那你现在我让你自己回 开车 带着孩子回家 那单位上有没有人知道 DHL的事情 有没有 没有啊 就刚才就我一个人的 好 就你一个人 好 那要跟我联系的话 你要怎么跟我联系 我问你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LEST TALK 明白吗 明白 这个83832980 这个8万全家的电话 你就不要再打了 好的 明白吗 明白 因为有一些基层的公安监警 还没有判过这么大的案子 检查官 不想让他们 这些之前人 去碰这个案子 搞不好 明白 好 好 那你这里先带你孩子回家 到这个时候 自己找个房间 把孩子给隔离起来 看孩子 孩子应该有孩子自己的房间吧 对 是的 那你就回到你的房间 跟我说 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你到了 那在你回家的过程之中 我也把你材料送交给口长 送到他办公室去 明白吗 多谢多谢 好 那就这样子 好 那你回家 谢谢你 那通话先播过了 那现在打给我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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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